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VoA卫视 在5月1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 我是郑玉文 就在中国高调宣扬一带一路 领导国际共融的同时 在过去30多年里 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中国的农民工阶层 却依然要面对不可知的未来 在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 我们就要和您共同关注这个群体 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 首先我们就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 美国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 麦克马斯特等官员 否定了媒体有关川普泄密报道的准确性 华盛顿邮报率先发出的报道说 川普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 向俄罗斯高级官员泄露了高度机密的信息 麦克马斯特在星期一傍晚 在白宫对记者表示 源于华盛顿的邮报这篇报道是假的 他说总统没有谈论情报的来源和收集方法 也没有透露尚未公开的军事行动 国务卿蒂勒森也支持麦克马斯特的说法 称他自己也参加了5月10号 川普与俄罗斯外长和大使的那次会见 一些美国新闻机构报道说 川普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 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以及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里亚克的会谈中 泄露了被认为是高度机密的信息 美国总统有权把几乎任何情报解密 所以川普的做法并不构成刑事犯罪 但是这些媒体所采访的一些情报官员担心 美国的一个伙伴国政府所提供的这些情报 被泄露很有可能会伤害重要的双边关系 联合国安理会在星期一发表声明 对朝鲜4月29号和5月14号发射弹道导弹 予强烈谴责 要求朝鲜停止新核试验以及导弹发射 朝鲜在5月14号发射了一枚火星12新型导弹 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安理会在星期一下午在美国、韩国和日本的提议下 召开紧急会议 协商应对朝鲜发射弹道导弹问题 得到15个理事国安理会一致同意的声明表示 如果朝鲜一意孤行 将会采取包括制裁在内的进一步的重大措施 声明还敦促了所有联合国成员国 迅速且认真的履行过去的制裁决议 在另外一方面 声明也表示 对各方通过对话、全面和平解决问题的努力 表示欢迎 继续我们来看到 上个周末 蔓延全球的勒索软件很有可能与朝鲜有关 美国网络安全公司赛门铁克的专家发现 这个名叫想哭的勒索软件的早期版本里 所使用的一些工具曾经被用于攻击索尼影业 索尼因为拍摄喜剧片刺杀金正恩 受到了朝鲜网络攻击报复 而想哭使用的计算机代码和朝鲜黑客2014年 攻击索尼的代码有惊人的相似 该代码尚未得到大范围的使用 人们只有在与朝鲜有关联的 一个名叫拉萨路组的黑客组织 发起的攻击中检过 此外该组织还被认为 发动了对孟加拉中央银行和波兰一家银行的攻击 但是专家同时也提醒说 目前很多线索还远远不足以得出结论 因为黑客常常会相互借用 并且翻新他们的攻击方法 我们看到从5月12号爆发以来 这个叫想哭的病毒 实际上已经在全球100多个国家 造成了许多政府和企业的运作瘫痪 这款勒索软件 它主要是针对微软的视窗操作系统 一旦感染了 那么使用者必须要向黑客 来支付300美元的比特币 赎回自己的档案 因为用户该如何来自保 如果不幸遭到了攻击 又有什么方法可以来补救呢 我们下面要为您邀请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计算机研究人员张树仁 来为您进行分析 张树仁你好 你好主持人 是我们知道今天有最新报道说 在英国已经有一位网络安全技术员 成功破解了这个想哭病毒 成功阻止了它的扩散 这是不是代表我们可以松一口气了呢 目前来说就是说它这个病毒的原理 它是说加密文件 但是目前来说根据我得到的资料 目前还没有这个有效的手段 可以解密被Wondercry这个病毒加密了的文件 另外说阻止这个病毒的传播 其实这个病毒是利用微软的一个 微软Windows系统里面的一个漏洞来进行的 微软已经提供了更新的程式 所以封堵住了这个漏洞 但这些都不表明我们可以松一口气 因为类似的软件 它跟类似的病毒 它在将来有可能利用其他的漏洞来进行传播 是 另外我们刚刚也报道了 这个勒索软件被怀疑可能与朝鲜有关联 你的了解是如何 到底朝鲜黑客 他们的行动力是多少 另外在这起最新的攻击当中 我们有没有可能最终找出 谁是发动这次攻击的人呢 目前这个病毒的背后攻击者 一直是一个谜 目前关于说分析这个病毒 可能来源于朝鲜 只是说根据这些病毒里面的一些代码 还有黑客的一些行为 分析与之前朝鲜黑客的一些攻击比较相似 但这些可能并不足以判断 这个病毒它就是由朝鲜黑客来编写的 是 那么最后我们就看到了 当然很多的观众也很关心 如果他们的电脑已经遭到了感染 还有没有补救的方法 那么如果还没有中毒 还没有被感染 他们又应该如何来自保呢 我先来讲一下 就是说还没有中毒的话 这个自保的方式 因为我前面提到 它这个勒索软件 WannaCry的病毒 它是利用微软Windows系统里面的一个漏洞 而这个漏洞并不是Zero Day的漏洞 也就是说这个漏洞 目前微软已经提供了补救的更新程序 因此用户只要及时保持他们的系统更新 就可以避免被WannaCry的病毒来侵洗 这个病毒它就算变种 它也就算如果它要透过变种 来这个进一步的传播的话 它也只能是在找到新的这个微软的漏洞 但是很多用户在使用习惯上 他们并没有及时更新系统的这个习惯 一方面原因是很多的 尤其是中国大陆的用户 他们自己用的这个电脑并不是正版的系统 而那个微软的有一些更新里边 它会把盗版的系统都锁定掉 所以这些用户要么是不更新 要么是借助一些中国的软件 比如说腾讯360管家之类的来进行下载更新 但这样的更新并不是微软原版的更新 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说使用正版的Windows 随时保持Windows的更新 对于已经中了病毒的呢 目前没有有效的破解这个 就是说将这些已经被加密的文件反解密的方式 但是呢 它的这个攻击原理是加密文件之后 它会删除掉原文件 因此一旦发现自己中毒之后 这个解决的办法就是立即关闭电脑 然后将硬盘拿到没有感染的计算机里面 好的 然后呢 去恢复原先没有 去恢复它被这个病毒删除掉的文件 另外呢 在这个操作使用习惯上 就是说对于重要的资料 要多进行备份 多使用一些云端的存储服务 比如说Jobbox还有Google Drive 因为这样的这些云端存储服务呢 很多里面都提供这个历史版本记录的功能 所以一旦这个文件被病毒修改变更的话呢 这个可以这个从备份里面 或者从云端的这个历史版本里面 恢复到这个没有被这个病毒加密的版本 这些是一些这个预防的措施 好的 所以也就是更新你的系统 还有储存备份的文件 这两个非常大的一个自救办法 我们感谢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张树仁 谢谢你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 谢谢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 在川普总统授权武装叙利亚库尔德武装 引发了土耳其愤怒 一个星期之后 星期二 他将在白宫接待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到访 并举行会谈 预计会谈将会集中在这场争端 以及叙利亚冲突 美国认为叙利亚库尔德武装 库尔德人民保卫军 是打击伊斯兰国 并且把该组织赶出其自称的首都拉卡的 行动关键的组成部分 但是土耳其认为 库尔德人民保卫军与库尔德工人党有联系 因此是恐怖组织 库尔德工人党在土耳其国内已经进行了30年的叛乱活动 埃尔多安称 向库尔德人民保卫军提供美国武器的决定 与我们和美国的战略关系背道而驰 但是埃尔多安上个星期在启程来到美国前夕表示 对美国即将进行的访问是土美关系新的开始 台湾股市跃上了万点 被认为这是有利于营造蔡英文执政一周年的正面气氛 与此同时 有台湾的经济专家预测 两岸关系的动荡将会影响台湾经济 不过也有对蔡英文执政表示了理解与支持的声音 我们来看看记者申华从台北发回来的报道 台股星期一月上万点平台创17年新高 台北会是新台币对美元同步走强 不过有经济专家忧虑台湾经济发展的前景 曾明宗是现任立法委员 前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5月16日他在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记者会上说 两岸稳定的关系是我国台湾发展最重要的基础 我们不谈政治我们谈经济 去年一年台湾出口到中国大陆的金额是1122亿美元 进口是453亿美元 出超是670亿美元 假设把台湾出口到香港上一起寄进去 大概占台湾出口的40% 每年不一样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部分尤其在中国大陆 红色供应链快速崛起的时候 基本上这种现状很快就会打破 他所指的红色供应链是指亚洲地区经济整合 其中包括一带一路推进过程当中 中国建立起来的经贸体系 而两岸关系发展的现状将使台湾经贸被边缘化 中长期尤其是这样 除智库外 上个周末数百名高中生参加了名为 假如我是总统面对面与蔡英文总统的交流活动 美国之音采访了两名与会的中学生 针对世界卫生组织 今年没有邀请台湾参加世卫大会 国立吉隆高中的陈洪文同学说 今天既然是这个结果的话 我们也只能接受 但是我认为他代表的是 台湾过半数人的意见 所以我认为没有什么好说的 就是等明年吧 把这次继承一个教训 那我们下次应该再更加主动积极一点 关于两岸关系的定位 台南盛中女生学生 无讳于对美国之音说 台湾政府已经会避免去谈 不管是政府 或是我们的社会 我们都会避免去谈 台湾的自主定位 或者是台湾在国际上 是不是一个国家 我们是不是附属 我们都会避免去谈 所以这个大家避免去谈 成为它是一个敏感化理 甚至是台湾自己内部的民调 我们都希望中立为主 保持现状最好 我们不想要一个结果 无讳于说 蔡英文巧妙地 维持了两岸关系的现状 这是大家所期待的 正在北京举行的 一带一路国际峰会 已经在星期一落幕了 那么今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北京也会见了 前来的日本代表团 双方到底谈了些什么 我们下面立刻通过连线 请美国之音驻日本 特约记者戈兰 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 戈兰你好 戈兰你好 戈兰就先来跟我们谈一谈 今天可以说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他在北京与日本的政要进行会谈 特别提到了 有意要改善中日关系 在日本方面 对于这场会谈 有什么样的反应与报道呢 好的 这次到北京出席这个一带一路这个高峰论坛的这个日本的代表团呢 是自民党的干事长二杰俊博 还有呢安倍呢还派出了他的这个秘书 比较就是说是他的亲信吧 来出席这个中国的这个论坛 那么今天在会谈的时候呢 习近平就还是说了历史的问题 他说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希望中日能够克服就是影响两国关系的障碍 那么会能够改善关系 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这么一个两国关系的这么一个位置 那么但是这个日本的这个代表团 这个二杰俊博呢 他主要就提出了就是还是朝鲜的问题 因为二杰俊博还带去了安倍的那个 首先安倍晋三的亲笔信 那么这笔亲笔信呢 这个具体内容现在还不太清楚 但是今天习近平是在会谈中呢 就拆开了那封信来看了 看完以后那个会谈的气氛呢 按照二杰后来自己说明的情况 就是说他说虽然他提出了朝鲜的问题 希望中日两国能够合作来应对朝鲜的问题 他说他这次来参加一带一路的峰会的最大的收获 就是理解到两国的这个合作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 所以他希望中日能够合作解决朝鲜的这个问题 但是他说习近平没有正面回答他的话 只是呢他强调说今天的会谈的气氛呢 像春天一样的温暖 那么这个一个的这个形容对日本来说 今天很多的日本传媒都报道这个情况 日本觉得就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下 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也很需要日本的这个支持 那么所以就是说习近平又体现了一种改善中日关系的这么一个意象 同时呢日本也传出消息说二级俊博呢已经要求安倍呢 就是能够考虑就是从再重新考虑一下 日本加入中国主持的这个亚投行的这个问题 安倍前两天在日本的这个电视上也已经表示说 如果符合一定条件的话 日本是可以考虑这个考虑加入 所以今天的这个情况呢让人家让日本的这个舆论感觉到 就是说中日的关系呢可能在朝鲜这个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呢 中日的这个这个关系呢可能会有一点缓和的状态 互相都有一些需要对方合作的地方 宇文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来观察 感谢戈兰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 继续呢我们把镜头要转向莫斯科 因为刚刚在北京结束的一带一路峰会上 我们看到了这场峰会受到了印度的抵制 一些西方大国领导人也没有出席 但是俄罗斯却大力支持 出席峰会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更是被中国奉为主要嘉宾 俄罗斯方面有什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连线 请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话在莫斯科来为您报道 白话你好 宇文好 是俄罗斯方面对于普京这次到北京去 给习近平捧场是怎么看的呢 他们认为普京的这次访华之行主要有哪些目的呢 对普京最近几年几乎很少去西方国家访问 但是他经常去中国 所以说俄罗斯国内许多人认为 就是说普京去中国呢这个同习近平见面呢 出席这么一个活动呢对普京来说很这个舒服 因为没有西方去西方访问时的那种抗议活动 另外一个呢就是跟普京在一起都是他自己的这个媒体 也不会提对普京提一些这个他感到不方便的问题 另外呢就是说这次一带一路峰会结束之后呢 俄罗斯国内有语论认为就是说 这次峰会到底讨论讨论一些什么东西 这个中国究竟想这个利用这个一带一路想干些什么事情 一带一路究竟是一个怎么的概念 到后来现在还是很多人没有弄太懂 所以说呢俄罗斯有人认为就是说 中国这次举办一带一路峰会的一个主要目的呢 就是为今年秋季的中共十九大呢做准备 因为就是说可以一带一路峰会呢 可以说成是这个习近平外交领域的一个主要成就 那么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就是说普京认为呢还不如去北京呢 这个为习近平捧场来支持习近平 另外呢就是两年前的2015年的时候 就是说西方制裁俄罗斯当时这个举办 二战胜利70周年的活动时候 西方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出席这个莫斯科红场的阅兵活动 那么习近平呢去这个莫斯科访问 当时支持了这个普京 所以说呢现在也该轮到这个普京来 有一种回礼的感觉 对对对 那么白话我想接下来我们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 你刚刚提到俄罗斯在国内里面 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 其实也有很多人不是很了解它的内容 可是我们知道一带一路里面 俄罗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站 那么到底这个俄罗斯方面对于一带一路计划 是怎么样来评价 是不是有一些风险或有些困难 容不容易达成呢 对俄罗斯对一带一路呢 这个心情非常复杂 一方面呢俄罗斯认为这个一带一路呢 陆路这一部分这个因为俄罗斯的横跨这个欧阳大陆 所以说呢陆路这一部分呢干脆就是离不开俄罗斯实施 俄罗斯呢想这个从这个一带一路当中呢 获取这个好处 所以说普京这次在北京呢也表示说的 俄罗斯支持这个一带一路的计划 甚至呢俄罗斯准备这个积极参与进去 但是另一方面呢俄罗斯认为呢 这个一带一路呢也会对俄罗斯带来某种威胁 就是说俄罗斯害怕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呢 来扩大对俄罗斯的影响 来对俄罗斯实施扩张 特别是中亚这一块呢 俄罗斯担心呢 中国利用一带一路呢 来扩大就是中国在中亚的影响来排挤俄罗斯 另外呢如果中国利用一带一路在中亚这个打通 过多利用中亚这个走廊的话呢 俄罗斯的这个西伯利亚铁楼大动脉的这个作用呢 会减少 还有一个俄罗斯担心的就是 因为普京现在积极提倡这个欧亚经济共同体 欧亚经济共同体是普京这个 本人亲自提倡 亲自这个倡导打造的这么一个组织 所以说俄罗斯也担心呢 这么一带一路呢 会对这个俄罗斯的经济共同体呢 这个构成威胁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 俄罗斯又不打算这个得罪北京 所以说普京这次去北京 想这个避免这个一带一路这个说法呢 占据上风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白话 在莫斯科为我们所作的报道 稍后回来呢 30多年来为中国经济增长 做出了极大贡献的 中国第一代农民工 即将步入退休年龄 但是他们是否真的能够老有所养 老有所医呢 稍后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教授 以及中国摄影记者郭铁流 要与您分享他们的看法与观察 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战转 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 我觉得这值得不回忆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 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中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 最多是擦枪走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 就在中国政府高调举办 一带一路峰会 要倡导建立各国互利 共赢平台的时刻 一个推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 重要群体 却面临着不可知的前景 他们就是中国的农民工 在过去三十多年里 大量农村移民涌入城市 寻找更多机会 他们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与发展 做出了贡献 却无法成为所在城市的正式居民 无法享有工作保障 无法享有工作保障 医疗援助和其他社会福利 随着第一代农民工步入退休之灵 他们最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呢 中国政府做了哪些努力 农民工的群体又在经历什么样的变化呢 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 第一位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 中国问题专家胡新斗 胡教授您好 您好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们好 第二位呢 从美国维基尼亚州通过skype来参与节目的是 中国摄影记者郭铁流 郭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好 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 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 来参与讨论 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 您也可以通过BOA卫视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 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网址是youtube.com斜线VOACHINA 我想首先第一个问题 我想先请教我们在北京的胡新斗教授 根据中国国务院就在这个月初发布的一个最新报告 那么中国的农民工人数还在不断的增长 现在呢大概是有2.8亿人次 那么这其中呢80后的新生代已经越来越多了 大约占据了49.7% 所以几乎一半以上的农民工都是新生代了 不过我们今晚在节目当中除了关注整体农民工的群体之外 我们也要特别关注所谓的第一代农民工 也就是大约50岁以上 那么他们占所有农民工的群体大约是17%到19% 所以约有4600万人这么多的一个人数 那么这第一代的农民工 您是不是能跟我们简单的谈一谈 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群体 他们现在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瓶颈呢 胡教授 第一代农民工 他们可以说是比较悲惨的一代 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了学习的机会 在改革开放之后 又是最早参与到城市建设的 但是他们缺少知识 缺少技能 因此他们大多都是从事建筑业 服务业 比较低端的产业 或者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 属于边缘群体 他们在城市是被边缘化 城市似乎能够忽视他们的存在 同时他在农村也边缘化 农村他也回不去 或者是有的即使在城市安家 但是在城市又获得不了相应的福利 也不愿意回到农村 他在农村也许还有土地 也许土地早已被征用了 即使土地没被征用 他那个土地也可能不值钱 因为他只是承包的土地 他没有土地的产权 所以从这方面来说 这第一代农民工 他可以说是最悲惨的 但是他同时对中国的现代化 贡献又是极大的 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工厂 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这些农民工 但是他们又被双边缘化了 那么郭铁刘先生 我知道多年来 您上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也特别谈到了 您对中国一些弱势群体的采访 与调查报道 那么刚刚在胡教授说明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了不少 您当时拍摄的一些作品 对于农民工群体 您也有相当多的采访与观察的经历 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 特别针对这第一代的农民工 他们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景况 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群体呢 我觉得刚才我听到胡教授 对第一代农民工的这个现状 做了一个概括 我非常同意胡教授刚才做的这个概括 但是我觉得就是 就从他们面临的情况来说 面临的现状来说 这样去划分第一代农民工 第二代或者第三代 其实他们面临的近距 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第一代农民工 他现在的劳动能力退化 也就是挣钱的能力退化了 他们第一代 第二代第三代 他们处得社会地位 处得这个境界 他们所享受的这个社会福利 都是一样的 都是没有 都是等于您 再从这一点上来说 他们其实本质上 没有什么第一代 第二代就是农民工这个群体 他们的权益是不受这个国家照顾的 不受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影响 他们没有是得不到任何利益的 从这个角度看是一样的 如果说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有什么区别 可能是心态的问题 第一代可能更能够接受这么一个现状 第二代第三代 接受这个现状的时候 可能心态有变化 我觉得可能区别 可能是这个有区别 他们 是 郭先生您提到的很有意思 因为我们看到就在上个星期 美国的华尔街日报 也特别针对 所谓中国第一代农民工 这个他们的退休的这个未来 前景如何 做了这样的一篇特别报道 那么标题是说 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真的要老无所依 那么其中就特别说到 老一代的农民工 绝大多数没有能力 在自己工作的城市里来主张权益 也没有办法从不断扩大的 社会保障网络当中来受益 那么我想先请教郭铁流先生 在您采访到这个群体的时候 他们向您反映的 他们最需要的帮助是什么 这一代的这些农民工 他们最大的困难点又在哪里 是生活的保障 是居住的环境 是工作的保障 是养老金 是哪些方面呢 这个年纪很大的这些农民工 因为他的这个劳动的能力上 在退化 挣钱的这种能力在减弱 他们最担心的就是生病 就最害怕的 因为如果生病的话 就可能就意味着 他们就难以去维生 然后他们可能最大的这个愿望 是希望得到某一种支持 就是家庭间的 兄弟间的 亲属间的 但是由于这种 他们的生存的状态 几十年都在 比如说一个家庭 分在很多地方 比如说一个家庭四个人 有可能在四个地方打工 然后和孩子之间 和夫妻之间都没有 他们的家庭实际上是被破坏掉的 农民工的家庭 大多数是被破坏掉的 他们又无法去在这种家庭当中 得到这种支持 因为家庭也是 关系也是淡漠的 所以说你说他们最需要什么 我觉得他们可能需要很多 就是说需要一种正常的生活 需要一种 都没有 需要保障 实际上都没有 而且我就像接到刚才说的那个话题 他们没有的并不等于下一代 他们的二代三代就有 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一直还存在 而且我们看不到 中国政府有实际的 拿出很实际的办法 也有看不出这种愿望 来想解决这个问题 看不到 目前看不到 是 接下来我就想要请教了 胡教授了 我们就来看看中国政府 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 胡教授 我们知道在中国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 在企业的男性职工是年满60岁 女性职工是年满55岁 就可以从社保基金里面 来提取所谓的养老金 但是很多人说 这些所谓的老农民工 他们有些人甚至根本没有参与社保 所以对他们来讲 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养老金 是一种奢望 甚至有些人根本不明白 您觉得政府在这一方面做的宣导 足够吗 那么这样的一种制度 为什么没有办法普及汇集到农民工的群体呢 中国过去对农民工的养老问题 实际上是有一些特殊的安排的 但是由于农民工它是高度流动的 而且中国各个省实际上 它是分割的 它的制度是分割的 我过去把中国的社保制度叫做封建等级的社保制度 这个封建等级它既包括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享受不同的社会福利 农民工 农民是社会福利是最差的一个等级 同时它也表明中国它是一种封建割据的状态 各个省 它的农民工所缴纳的那样的保险是不一样的 最后而且是不同的省份之间 它是很难对接的 因此一些农民工那些企业 它就不给它交 或者是农民工它也不要求它交 或者即使交了以后 农民工它转到另外一个省区打工的时候 它就会退一保 它就会退出来 这样就导致农民工到老年了以后 实际上还是领不到它的养老金 关于这个问题恐怕还是要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 也就是说如何在全中国 全国一张网 这张网要通过强制的法律的手段来覆盖 无论是公务员事业单位的人 企业的人 还是自谋职业者 还是农民工 还是农民 他们都要采取同样一种养老 医疗这样的一种福利制度 在同一种制度下 当然你所交的不一样 可以所得的不一样 但是你的这个制度应当是一致的 只有这样的可能才能够解决农民工 这个养老的问题 还有呢 农民工 它在不同的省份 它的待遇的衔接的问题 这个也要解决 当然现在中国在社保方面 在不同的省份的这个社保对接方面 已经在做很多工作 但是问题是现在很多农民工 他都过去都没有交 或者是很多人 对这点我也想请教 对胡教授 这点可以说也有很多人说 可能是老一代农民工 他们的这种传统概念 他们觉得宁可回到自己的户籍地 领取比如说其他的一些 这个根据他们的土地来 依靠土地来养老 甚至是依靠他们的儿女来养老 而完全没有这种 所谓的参与社保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您认为 这是不是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导致这张网 没有办法扩及到 这一代的农民工身上 当然也有这样的因素 但是为什么农民工会本身 最终要回到农村的念头 最终还是要靠土地养老 但实际上土地是养不了老的 除非土地被征用 而且是大城市郊区的土地被征用 那他可能获得一大笔的补偿金 否则的话 他的土地是不值钱的 甚至种粮食亏本的 所以土地根本不能够 解决他的养老问题 靠子女养老 这是中国的传统的一个习惯 但是靠子女养老 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下 他也拖累了子女 也制造了很大的家庭矛盾 中国很多这种多子女的家庭 反而因为养老使得家庭的矛盾 十分突出 还不如那种社会化养老的国家 社会化养老的国家 他的家庭成员之间 不需要为抚养方面承担责任 不需要承担多少责任 这样家庭关系反而是更加和谐 为什么他不信赖城市里面的养老 而要回到农村呢 那还是由于现有的户籍制度 所造成的 实际上中国 他没有实现完全的迁徙自由 因为在中国 他现在只是 你可以到某个城市去打工 相当于流浪到某个地方 但是不享受当地的很多福利待遇 基本上都不享受当地的福利待遇 所以这种户籍制度 是造成他最终还是想回到 农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好的 稍后我们还会继续谈 实际上确实也像刚刚胡教授所提的 他牵扯到了很多不同的层面的问题 不过我们现在想休息一下 我们先来听一听我们的观众 听众朋友 还有我们的网友 有什么样的意见和问题要表达 我们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 等候的这一位 是来自湖南的袁先生 您好 请说 是 您好 请说 您好 袁先生 请说 好 袁先生的声音可能 是 您请说 好 我们很抱歉 我们现在听到这个时间的关系 我们现在听不到袁先生 可能他也听不到我们 我们就先来看看 在我们网路上的一些观众 还有听众朋友 他们的看法和意见 我们来看这位署名叫 Abner Wang的这位网友 他提呢 杰贫继负 其实 对不起 杰贫继负 他说是专制国家的一个惯用手段 前一段时间里的老兵上访 让人记忆犹新 农民工为这个社会 创造了很多社会价值 但是在统治者的眼里 他们和那些老兵一样 都是为统治者创造 或者捍卫财富的工具 而且与老兵不同的是 这些农民工 还不如老兵具有反抗精神 所以依照现在的社会情况 农民工们的情况会很惨 会完全地被这个社会 和体制给抛弃掉 另外一位署名叫Ed Zhao的这位网友 他也提到了 他说 随着青壮年农民工的不断外迁 传统农村社会结构 在持续地崩塌中 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水平低 幼无所教 老无所依的情况会越发严重 他想要请教嘉宾的是 在效率与公平之间 北京当局为何总是牺牲农民的权益 农民的利益 如果给广大农民真正的选票 当权者对农民的压榨 能不能够有所收敛呢 我想先就这个问题来请教 郭铁刘先生 能不能先来谈谈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就像刚才说的 这个户籍制度 就是从法律层面 从这个国家管理层面 就制造了 本身就制造了这个不公平 如果是 如果是这种不公平取消了 有可能一些现象还会出现 但这个社会可能就不在政府了 就在不在社会了 就可能就在自己身上了 他这个一切一切的根源 就是要通过这种不平等 然后实施 把这个统治实施下去 然后把财富掠夺在手上 这是他一贯的办法 一贯的这个方式 那么是不是在农民工来说 刚刚我们这位 Abner王的这位网友也提到 他说农民工还不如老兵 具有反抗精神 所以可能很多时候 属于逆来顺受型的 就您的观察 在农民工群体里面 他们的维权意识高不高 那么在老一代跟新一代当中 又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这个农民工的维权这种事件 在我经济上 我们就可以经常可以看见 但主体上都是围绕着 围绕着讨心 要么工商维权 要么这些一些很具体的 一些个体的事件 这些事件没有 在中国几乎没有相关的联系 农民工本身 他不会去思考本质上造成他们的权力 伤害从法理上来说 到底问题出在哪 农民工自己自身 他们不会这样去思考这个问题 而这个社会学 做社会学的这些专家 很少也在这方面投入的也不是很多 像胡教授 刚才连线了胡教授这样 也不是专门做这个的不是特别多 在其他领域的做的远远超过这个领域 而这个领域是差不多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群体 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群体了 一个群体有两亿多人 但是这方面这样说对他们的关注 对他们的维权意识上的这种提升 这是不够的 那么胡教授您的看法呢 刚刚也有这位观众 Edgell他提到了 他说当局为什么总是要牺牲农民的权益 如果给农民真正的选票 当局对农民的压榨会不会有所收敛 您的看法和回应呢 胡心斗教授还在线上吗 好我们现在听不到胡心斗教授的声音了 或许我们再尝试吧 胡教授您在线上吗 好我们现在听不到他 或许我们稍后再尝试 把胡心斗教授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 现在不知道原因电话中断了 不过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 在我们这个连进胡教授进现场以前 我们在电话线上 仍然有其他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在等候 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 这是来自山东的黄先生 黄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我姓黄埔不是姓黄 OK您好对不起黄埔先生您好 您好我想说的是这个农民工的问题 它也比较比其他问题可能有复杂一点 首先是政府方面 中共高层他也不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他把农民工当成他制造财富的一种手段 去压榨他们 另一方面呢 我觉得如果真的要赋予农民工完全的 一些城市的一些权利的话 我想要占用城市资源的话 我想很多的城市的人 其实也是很不乐意发生这件事 城市的人也会更多的反对吧 我觉得解决这个事情也还是很困难的 政府和城市这边的两方面的压力 来压制的这个农民工 使他们现在这个生活很困难 我就说这些吧 谢谢您山东的黄埔先生 那么我们继续我们的胡新鲁教授再次回到我们的现场 胡教授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好的 胡教授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能听到 好的抱歉 能听到 好的我们刚刚在谈到有一位这个网友提到了 他说当局为何总是牺牲农民的权益 如果说今天给广大农民真正的选票 这是不是能够让当权者对农民的压榨能够有所收敛呢 那么就在刚刚我们把您接近现场的时候 另外还有一位山东的黄埔先生 他也提到说实际上农民工问题非常的严重 主要原因是政府不想解决这个问题 城市人也反对解决农民工的问题 所以这两大压力之下 农民工问题要获得解决恐怕非常的困难 您的看法 当然这个听众朋友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农民或者说农民工今天的困境 实际上就是权力的困境 我说的这个权力是指的是公民权力 它实际上是权力的困境 也就是说农民工或者这些弱势群体 甚至不仅仅是弱势群体 它没有当然没有投票权 但是不仅仅是投票权 它没有监督权 它没有罢免权 罢免某些官员 它没有新闻权 它的悲惨的状况不能够通过新闻媒体得到揭示 它没有财政权 这个财政都是不公开的 由官员们决定的 人民代表是没有权利去监督 这个财政 没有权利真正的去监督 那些财政支出的走向 如果人民可以选择 能够代表自己的人民代表 然后人民代表又能够去监督财政支出的去向 那这个情况可能也不一样 还有农民工它没有金融的权利 因为中国的金融它都是个高度的垄断 中国的农民或者弱势群体 因此它也就没有设保权利等等等等 确实它反映了权力的贫困 因此这需要整个社会的推动 我们也不说它是政府单方面的责任吧 它需要整个社会的推动 我们这个曾经提出就是 我们有个秦斌律师 他也曾经提出 要实现三免制度 要免基本教育 要免费基本教育 那个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甚至年限要提高 要免费的基本医疗 要免费的基本养老等等 如何实现这个呢 中国应当开展一种平等权力的运动 让人们或者人们自我地来争取到 这样的一些权力 在上个世纪一二十年代 在美国有所谓的社会进步运动 这个社会进步运动 也可以说大大的改观了美国 美国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之前 它也有很多方面不公平的 不平等的很多的问题 然后通过社会进步运动 通过还有所谓的Puffin运动 来揭露社会的黑暗面 然后赋予工人权力 或者是工人通过各种运动 争取自己的权力 这个特别是新闻的权力 新闻监督的权力等等 这样来逐渐使得社会出现进步 或者说要让社会在效率与公平良者方面 要达成某种妥协 或者说在西方国家 它往往是效率与公平 它是轮流来推动 这个右翼政党上台了 它主要是推动效率 推动效率的结果 它可能就失去公平 然后就阻碍政党上台 它主要解决公平问题 但是公平问题解决得比较好 效率又低了 那么一选取很有可能 又是右派政党上台了 而中国是缺少这样一种机制 缺少这种机制怎么办 那只能说我们民众来争取权力 实现效率与公平良者的一种结合 我想这个还是有可能做到的 确实 那么您提到的这个可能是社会的一种力量 或社会这个公民意识的一种崛起 实际上我们最近几年在这个很多的媒体报道里面 在我们的节目讨论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崛起 所以接下来我想请教的就是郭铁流先生 郭先生我们知道 就在这个今年早些时候 我们看到了在中国的网路上出现的这个范语素现象 这个范语素呢是一位44岁来自湖北农村 在北京做育儿嫂这样那么也可以说是被归类为这个农民工一代了 那么他通过一个非常朴实的这样的一个文笔笔触 描写出他在北京的生活 那么触动了很多人的心 那么也引发了这个很多的一个反响 所以您是不是也赞同像刚刚这个胡教授所说的 这个社会的这种公民意识 也在不断的抬头对于农民工问题的这种了解 是不是越来的越深刻了呢 您的观察与了解 我觉得是的 它还是有变化的 就是农民工自身的这个意思 新一代的农民工 我刚才说了新一代农民工和老一代的农民工 可能促进是一样的 可能心理上可能这个变化是有区别的 而我想说一下就比如说 觉得刚才的话题 中国政府一贯的统治方式有一个特点 他们就是会把这个人划分成一个一个群体 然后就对外就宣称 说我们现在要经济发展 然后就要牺牲某一部分人 但是这个牺牲的这部分人 他从来不去想这些人同不同意 也给社会上造成了一种舆论的影响 就认为比如说 今天我们牺牲了农民工的一些权益 一些利益 然后为了换来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经济的发展会让所有人得到好处 其实不是这样的 其实这是一个很荒谬的谎言 很荒诞的谎言 他能够牺牲这一部分人 他可以把社会生活当中所有的人 都化归于某一个群体 今天你可能变成拆迁户 明天你是上房老兵 后天你是下场职工 所以说他们关键的关键的问题就是 他们没有权利去任意的说 两亿多的农民工的权益 我们可以让他们少一些权益 让换来经济的发展 他们可能唱着这个调子 然后这种调子还在中国 还很有市场 就是认为 刚才有一位 刚才有一个先生说的 城市的人可能不同意农民工进城 但他不想一下你有没有这个权利 不同意农民工进城 他是不是然 他做出一样的付出 是不是应该享受一样的这个 一样的这个权利 对我觉得这个要 要绝意识的觉醒 要从这个点上来觉醒 要清楚 所有人都应该是平等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个范永述的这个现象 就很有意思 他写了很朴实的这个话 我看了 但是呢 居然后面留言 留了很多很多 嘲讽他骂他的这种话 难道他作为一个很朴实 他没有这个权利表达自己的感情吗 他就是你们就觉得农民工是动物 你们就有一部分就觉得这个就合理了 这其实是不合理的 但是再觉醒 有变化 这个变化 但我们看来会缓慢 就是 好的 那么同样的话题 我也想请教胡行斗教授 胡教授还在线上吧 我在线上 胡教授 是我们除了提到这个范永述的现象 确确实实 这么多年来 30多年来 农民工受到的这个歧视问题 其实也得到了国外很多的一些研究人员的关注 甚至还有人 把中国的农民工现象 与南非当年的种族隔离 来做一番比拟 那么认为呢 中国的这些农民工到了城市 就自动的被视为是所谓的二等公民了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 有没有可能来改善 那么另外呢 就政府在这方面担任了一个多大的角色 我们这边有一位署名 如凤凰展翅升腾的网友 他就提到了 中共政府对折对外 撒币几千亿美元 但是对本国的弱势群体的医疗 教育养老保障 一毛不拔 反而把公共福利当买卖来做 为什么呢 我想请胡教授利用两分钟时间 跟我们简单的说明您的看法 的确存在着这样的一些情况 我也曾经使用户籍隔离这样的一个词 它确实与种族隔离是很像的 当年种族隔离时期黑人要去上班 经常在大街上遭到盘查 如果没有带类似于占助证 工作证等等 然后就要被拘留 所以有的时候经常每一年有几十万黑人 因为这个所在的身份证件不期权被拘留 实际上中国2003年那个收容潜送制度被废除之前也是这种情况 那个农民工一方面到城市参与建设 但是另一方面有搜查证件 如果没有赞助证 然后就把它收容 当然现在这样的收容潜送制度被除了 现在也可以说公民意识也在觉醒 也有很多人认识到 像这个一带一路 一方面它是一个政府的政绩工程 它能够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中国也的确需要利用两个市场 一个是对内市场 一个是对外的市场 但是中国主要的投资还是应当放在国内 不要忘记了 中国现在仍然是发展中国家 中国内部的贫富差距非常大 中国还有大量的贫困人口 如果按照世界银行或者联合国的人均 每天现在是1.25美元 或者1.30美元 按照那个标准 中国可能还有 胡教授 而且中国的城乡差距非常大 好的 我们必须要打断胡教授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 我们再次感谢胡星斗教授 还有郭体流先生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 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晚节目我们要专访几位 709维权律师的妻子 来谈一谈他们为家人 争取自由的行动 今晚节目最后 我们要继续来看到 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国际峰会 那么有将近30个国家的政府首脑 参与了这次峰会 同时也签署了一项公报 承诺要抵制贸易保护主义 确保自由和包容的贸易 那么中国也在利用峰会的机会 向其他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规模和目的 让他们感到放心 我们来看看记者爱德 从北京发回来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三年前提出 一带一路的倡议 该倡议当时基本上聚焦于贸易与互通 倡议的焦点现在依然如此 但北京两天的会议显示 一带一路的倡议绝不仅仅于此 我们还将加强软联通 开展信息互换 监管互认 执法互助 在可持续发展 反腐败 减贫 减灾 等领域 开展 通过一带一路的倡议 中国希望给全球化和国际贸易 打上中国特色的印记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家 都对中国的倡议全盘接受 德国经济部长和能源部长齐普里斯说 他说 德国作为一个国家 没有要求参与这一倡议 但是德国的公司要求参与 显然 我们需要了解 要建设的是什么 参与这一建设的程序 是否对每个公司 每个国家都是一样的 中国誓言要抵制贸易保护主义 提倡贸易自由 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中国对在中国营业的外国公司实行限制 许多人依然对一带一路的倡议持怀疑态度 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了首次 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会议 其中包括美国和朝鲜 俄罗斯总统普京是这次会议的嘉宾 在等待会晤习近平的时候 普京弹奏了钢琴 而在同一天朝鲜进行了最新的导弹发射 中国表示参加这次论坛会议的国家赞同一项 包括270个目标的行动方案 下一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会议将在2019年举行 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北京报道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森 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 每天清晨六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 为您报道重大新闻 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国的方方面面 川普总统当选已经超过六个月 上任也已经接近四个月 但美国社会对他当选的质疑与思考一直没有停顿 司法系统正在调查 俄罗斯可能试图影响选举结果 民众和许多学者仍然在思考 为什么一向是民主党忠实支持者的美国白人劳动阶层 在去年的总统大选中抛弃民主党 转而支持川普 为什么民主党忽视了美国白人劳动阶层的疾苦与绝望 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中国时间5月17号星期三早上6点钟 欢迎锁定收看美国观察